进度没有问题 各位刚驾车们大家好 我是导演 今天呢 我收到了一款 来自法国的旅行车和公路车的品牌的直播凉变 然后呢 这位车友呢 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凉变的拨杆 安装在这款80年代的三拖的山地直播的一个变速的基座上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单独的一个凉变拨杆 在俄净把力上面的这样一个安装 接下来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改造过程 通过拆解和测量呢 我发现 桑托的这个直播机构 它的安装方式是通过一颗M4 也就是4毫米的螺丝 公直螺丝 把它固定在这个夹环上面的 加环的固定螺母的这个规格是6毫米 也就是M6螺丝的这样一个规格 然后稍微有点不同的呢 就是我们通过拆解测量 发现这个法规的固定螺丝 它的螺纹标准是M5乘以1 这样一个公质的螺纹标准 我会使用法规这样M5乘以1毫米的丝锥 对我们购买的这个不锈钢的配件 进行一个改造 对我们购买的这个不锈钢 对我们购买的这种网 window 我们购买的这个不锈钢 对我们购买的拿� jouer 不宝购买的那一点 看看在南瓜的旨行 算毫米的 Mar react exception 因为H Rakowski 鞋子 我根据测量的图纸把这个配件加工出来了 然后有一些毛刺稍微的处理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尺寸是不是合适 固定好这个夹环的位置 没有问题啊 这个转换座加工的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就是这个量变定位的问题 这个原装的这个量变基座呢 它安装在这个夹环上面的这个方形的孔位 它可以起到一个线位的作用 也就是过线座的这一片它是不会旋转的 我们看三拖的这个夹环上面有六个定位点 这就需要我在Horate的这个过线垫片上加工出两个这种凸点 然后来起到一个线位的作用 这个凸点的尺寸我也进行测量了 接下来呢我就要去确定一下这两个凸点的线位 在这个夹片中的位置 我这里 è成维算了 在这里有一点你有一种变卖的 这样ه这个刷刷你们的筹形 就用这个襪袋 就用这个乌 cad i want你北夕的东西 接下来呢 我就要在这个已经打好孔位的 相位基座上面 去预埋两个定位箫 高度是1.2毫米左右 我找到了两个这种不锈钢的定位箫 外径是3毫米 刚好可以穿过刚刚打的这个孔 精度没有问题 然后起到了这个定位止转的这么一个效果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公路车的量变 通过改造的方式 固定在这个额镜把力上 这22.2口径的额镜是可以通用的 试一试手感不错 摩擦力也是够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对刚驾自行车的维修 保养以及改造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导演的刚驾工作室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今后呢我还会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视频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